大家好,我是惠惠,今天用紫薯和红薯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招待客人也非常有面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去皮的红薯切成薄片 红薯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胡萝卜素 而且红薯的热量非常的低 能增加饱腹感,减少热量的摄入,有助于减肥 放入盘里备用 紫薯去皮切成薄片 紫薯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可以润肠通便,延缓衰老,免容养颜 保护肝脏等等的食料功效 装入盘里,放入蒸锅里面 盖上盖子大火蒸熟 把蒸好的红薯倒入大碗里 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白糖 给它压成泥 烤成这样的就可以了 放入150克面粉 加入150克糯米粉 用筷子先搅拌均匀 我们这里不用加水 因为红薯里面的含水量非常的多 搅拌成棉絮状,给它揉成面团 揉成面团 盖上盖子醒发10分钟 紫薯蒸熟倒入大碗里 把紫薯压成泥 搅成这样就行了 加上一点孩子爱吃的蜂蜜 用筷子搅一搅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香甜 取一团紫薯泥 用手先钻一下 再用手给它团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小好的面团取出来 不用揉,放到案板上 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就嫩的剂子 取一个剂子搓圆,按扁 用擀面杖稍微擀开 这样就行了 放入一颗紫薯球 虎口包盒 再搓一下 把面团放入模具里面 轻轻的按一下 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这个模具里面呢 一定要刷上一层油 这样才不会粘 直接放到蒸屉上面 直接冷水上锅 盖上盖子蒸20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非常的轩 把它取出来 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 红薯紫薯月饼就做好了 翻起来非常的不错 好看又好吃 月饼这样的做 无油少糖 营养又健康 光看颜色就非常的有食欲 金黄金黄的 面皮里面放入了糯米粉 吃起来的口感软糯香甜 掰开看一下 里面满满的紫薯馅 吃起来非常的香甜 美味 加上了蜂蜜 更加的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哟 拜拜